女性者是女神 他对这个女神说 小被柱 莫流水 说你停了吧 不要水流 我要过河 柱不要动 断就是吃水断 让他过去 讨饮食 他经常是说 这个神就烦恼了 找到佛说 跟佛说 你的弟子 有个叫毕林切伯措的 他尝试骂我 叫我小被柱 莫流水 那佛就叫 毕林切伯措 你来 来过去 谢谢河河神 那佛这个 毕林切伯措 就何其掌来 向这个河神求忏悔 他怎么求忏悔呢 小被莫尘 我今忏悔 向你道谢了 我今谢柔 他都没说呀 大众的在场 你都笑起来了 他这求忏悔 求忏悔是忏悔 说小被的话 那现在他人叫着你 还是小被 佛就跟这个 横河神的横说 神说了 说他呀 毕林切伯措 他已向你谢过了 他说他呢 因为过去五百次 生生四次 都生在贵族家里 焦贵的 清见别人的习气 他已经正得了果了 他习气 没有断了 他心是没有个焦慢心 没有清除你的心 第一种 第二个故事呢 是 加塞尊者 加塞尊者嘛 他在福的弟子中的 定力是最高的 定力是第一的 舍利福是 智慧第一的 母亲联尊者的 是神通第一的 加塞尊者定力 最高深 他没出家之前 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 他订一个合同 他们俩订个调要吧 说我们结婚不是真结婚 怎么样假结婚 在这一间房子里头 有个柱头 这个是为戒 你住柱头那边 东边 我住柱头西边 有夫妇之名 没有夫妇之神 后来嘛 他出嫁 带着太太一起出嫁 一起出嫁 是不是 定力很高深的 但是他过去 无量生 做什么呢 吸阴药的 吸阴药的 他定力这么好 感到一听到眼 阴药 一听药声 一听药气 他的毛病就来了 这叫习气 他搭着坐 搭着坐就跳起舞来了 坐着跳舞 这也叫习气 因为不自觉的 人家跳舞了 或者天药一坐了 他就打着拍子了 他没有了 但是在习气 他没有现行 有习气 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道理 在维摩剂经上讲 习气为断 天你散花的时候 天你把这个带维摩剂 这个道场里头 天你就供养大众散花 这花落到菩萨身上 花就自然脱落 菩萨无心 一落到罗汉身上 罗汉身上 马上就赶紧 哎哟 这个坏了 我必修戒了 马上拿手来 越粘了 越粘不动 让它掉下去 就粘紧了 下不去 所以维摩剂子跟他们说 说是你的剑丝祸八十八节 全断了 习气没除 还有剩那个根根一点点 还没有断 这叫习气为断 习气为断 现在这些个来会的这些大菩萨 他连这个都断除了 都断除了 形容着 这叫做二重的气氛 二重的气氛 烦恼障 所知障的 这两张的气氛 还得尽修 还是不够的 还得断 说这些个来会的大菩萨 不但把这个烦恼障 所知障断了 说习气 也都断了 大智慧现前 一些情资 全部都断了 正得礼了 四也就通达了 心静容静 所以前头叫 以礼 烦恼障 所知障 再加上二障 所有的习气 因此 一些障难都没有了 说见佛无奈 这些大菩萨 他随时见佛 咱们不但习气 礼仗四仗 烦恼障 所知障 所以见不到佛 被这个障 所站住了 还有两种的含义了 说这个 这个断障 的 佛是断了障 的究竟成就了 那么这些大菩萨 也断了障 了 也成就了 没有障难了 所以见佛就没带 没障难了 因为智慧的光明显现了 所有的你那个 礼上的 礼是做心殿 一经法界 那个 也就显现了 一经法界显现了 就是说 你见到法性身了 法性身 见到法性的体了 这是指着 因为说到这个法会里头 这些观众 文法者 说见能见的佛 就是自身 能见佛的法身 这礼和自 就是一个身 无奈身 无奈身是什么样子呢 不生 不灭 就是涅槃义 从你所见的 无奈 能见的 断一些账 所以才能见 这些个来的法会大众 不管他天也好 人也好 八部鬼神也好 都是披露 折诺佛如来 往昔所教导的 如是 皆以披露 折诺如来 往昔之时 于劫海中 修菩萨行 以色奢寺 四奢寺 而成奢寿 一佛所 一佛所 重上根室 皆以善舍 种种方便 教化成书 令其难乐 一些自大 披露诺如来 在往昔 劫海 修菩萨行使 劫海呢 无事者 这是断障大众说的 无事大众 在无量的时间之内 佛舍寿 这些无量大众 不是一节两节 经过无量 旷远的 那么长的时间 佛的教化 舍寿 成熟了 他们是已成熟者 教化好了 现在我们华严教 我们来学 我们还是未成熟者 我们的前边 有这些个大众 这些大众包括了 崇菩萨 到八部鬼神 到这诸天 他是先 我们的前辈 得度者 现在我们那么的方向 我们也能得度 拿他的证明 证明 我们入诸是学 入识行 也能够二证宣传 连习习也顿托 那么 皮罗哲诺怎么教他们 教导他们的呢 是用试舍法 四舍 舍舍腾 四舍是就是 不思耐语 立行 同事 以这个解下的缘 再加上他的因 因缘合合了 果就成就了 因此 参加这个法会 那么我们要照这样子去学 得学佛 学佛的目的 恢复我们自己的 本来积聚的 皮罗哲诺 以这个 布施的舍舍的缘 来支持 支持我们 也能成就 这个布施 大家不要说是 非要财务施 最重要的是法施 以法布施 你自己敢叫度人呢 说法的力量还没有 人家不见得信你 你给畜生说吗 你见着蚂蚁 蚂蚁体系很小 你蹲那儿 给那些蚂蚁 说你不要斗了 你看你蚂蚁打仗 经常看见蚂蚁打仗 说不要斗了 不要斗了 你把持恶心放下吧 你别以为它不懂 你当时给它说 沾着你这说法的气息 你也在布施 布施什么呢 布施它的法 这叫法斯 以法布施 最初你应该度厨生啊 你度人不见得 因为没有这个缘 你多跟厨生解缘呢 在那法斯的故事里头 有一个法斯 他学得很好 他自己因为 他自己很了不得了 到处度众生啊 没人听 没人听 他垂头丧气的 就是哎呀 我这么 学了这么多年 我说法说的这么好 那就是没有缘 没人听 那他的同餐杠他 说你不要着急 我给你想个办法 你还有什么东西啊 有钱没有啊 他说没有钱 说你一单还有没有啊 说话有点 说这好的袍子 准备说法的黄袍了 或者那个大主义了 他说你把这个卖了 把它卖给需要的 你拿这个钱 买成那个小米 小米就咱们吃那个粮食了 我们其他的 也可以砸了粮食了 他说干什么 他说你把它做了 完了我跟你说 他就照着做了 他说走 找两个 你背上这个粮食 我帮你背 到山里头去 把他菩萨的供养 跟那些畜生啊 灌的琴呢 也好啊 瘦也好啊 粮食散到山里头去 就吃 他说你现在呀 你闭灌 修行 等二十多年后 你再说法 那他这个同餐 接受他的了 都做了 过了二十多年了 他说同餐又来找他了 说现在没讲经吧 那么原本很好 那他就去讲经去了 一讲经啊 听的人很多 但是都是二十来岁 年纪大的没有 为啥呢 就是他施食粮食 那些个 勤累 受累 得到他粮食 他也度了众生了 法缘就结了 印光老法寺 大家都知道的 他在福德山闭灌 闭灌了 闭了很长的时间 往来就到了上海去讲经 华语讲经 最初法缘很上 上千人听 越讲越没有 越讲又 讲到后来啊 没有几个人了 从此他下布洪法 就到这个 胡九三 往来就在那个地方去 专门的 以书信来度众生 谁要想问什么 给老法寺写信 他用书信来答复你 往他自己呢 就专门劝你念佛 而且告诉你 老是念佛 越老是越好 我们有好多道友啊 因为说 哎呀 这个太简单了 老是念佛 我感觉老是很难啊 看这字是老是 两个字 我们在广秦老和尚 就是福州 福建泉州的 他在闭关的时候 敢来 敢用老虎给他护关 在山里住洞啊 很有道德的 就在清凉山啊 这个清凉山 不是我们这个清凉山 大家知道泉州 有个清凉山 现在那个清凉山吗 离这个泉州 只有十几里了 现在红衣法师的 全神的舍利 在清凉山 广秦老和尚的 也在台湾那 请回他的 这个尸体的一部分 也在清凉山 你要是去扫墓去啊 哎 快了 十四号就清明节了 十五号 到清明节不是扫墓去啊 以前我在福州时候 在福建 那么多 那时候我那道友 还都存在了 还都没往生了 扫墓去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泻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乘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请 菩萨阿弥陀佛 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 包括我们台湾 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 人祸 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 乃至自杀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 贪心 称心 所造的恶业 特别是杀身的恶业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 都要有责任 不叫讲 缘起法 都有关系 所以希望各位 最近 多吃素 不要吃荣 多念佛 以慈悲心 去做各种的修行 多放声 多施施超度 来回向整个世界 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 阿弥陀佛 慈悲仁爱 能成就一切 慎行得业 解杀吃素 能化解世间刀兵几亿 中华护生协会 慈悲的道路 与您一同前行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周华护生协会 云露伴的葱 中华护生协会 中华护生协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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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